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为了他们才来买这一个被子 那已经前几天买了 衣服还有身体乳 大概会有二三十组 他们都是买比较好的材质的额绒 因为额绒本身透气性跟保暖度都相对的比较好 气温下降百货评估18到23度 业绩最理想 像是搜狗服饰和寝具 年增双位数 冬季彩妆保养提升5% 确实抢购一支590两支一千 天冷出动保温屏 赶紧做预寒准备 因为接下来天气会更冷 气象局指出16号开始 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及东北部有短暂阵雨 周末入冬首波冷气团来袭 预计北部中部宜兰 低温落在11到14度 南部划冬也只有14到16度 气温下降百货预计再添买气 像是长靴高级的寝具冬背 以及这个超市的顶级过屋食材 我们预料这种相关的业种 会有再一波好的表现 另外在星光三月保暖外套 周年庆拉尾盘成长4到5成 寝具也有双位数成长 冬季家电询问度提升 最强冷气团来袭 民众早早做好准备 要让手脚身心全都暖烘烘 三菱新闻时光 六日台北报道